神韵第七度造访台湾的文化古都台南市造成广大回响 许多证件名流几乎已经是年年看神韵 除了对神韵艺术团在线中华文化精髓感到佩服 他们也为节目中真实演绎了当今中国社会现况 表达深切的关注 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在台南文化中心的首场演出 让1400多位观众陶醉其中 台南市社会局长曹爱兰就是其中一位 好的艺术最重要的就是要让人感动 那这个神韵的表演真的是能够让人非常的感动 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来看这样的表演 也因为看这样的表演增加对很多事情的认识 也因为这样的认识 我想这个是对大家都是非常好的事 第二次看神韵晚会的曹局长 不只对神韵艺术家们的精湛演出佩服 更为舞蹈节目其原 真实演绎了当今中国人权现况表达关切 我们台湾的人能够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土 那我们要更加的珍惜我们现在拥有的民主跟自由 那同时也对世界上有其他国家他们要追求民主跟自由 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 几乎是年年必看神韵的台南市议员李文正 也有另一番体会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神韵的艺术的表演有很多重的意义 艺术的欣赏 然后我们从这个表演的当中我们能够有很多的体会 这个人权是无国界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共同的来为法轮功发声 通过艺术形式彰显人权价值的可贵 政界人士从神韵晚会中触发更多省思 新唐人亚特电视陈其文林美华台湾台南报道